各位老师同学,你们好 都有一段很长时间会和大家说M5Stack 运用 大家会不会忘记这件强劲好用的MCU 实际上前两个月卡洛斯带着一班学生 就带着M5Stack 和一个EME 检测器 去到韩国在当地做一些环境的资料搜索 同学都觉得它非常有用 但今天我不是要和大家说M5Stack 今天我要介绍给大家一件更小更方便的M5Stack 他们两兄弟的操作是差不多的 提提大家,如果大家都喜欢风琴奇合卡洛斯的频道 请按右下角的订阅 如果想第一时间接到新影片的通知 请按订阅 也欢迎大家按赞和留言问卡洛斯问题 其实大家都知道M5Stack 的好用处 因为它有一个整结的外壳 又有ESP32的晶片 所以你只要连着一个ENV sensor 就可以无拘无束地在任何地方 进行这个密联网的工作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韩国 做这个资料搜集的一些片段 同时在机场已经做资料搜集了 而去到不同地方都可以量度温度 湿度 气压 以至光线强度等等的资料 我们选用M5Stack 因为它有一个又大又彩色的画面 但有时如果你不用显示那么多资料 可能一个小小的M5Stack更加适合你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M5Stack 究竟是怎样操作的 它上面有三个按钮 一个 两个 三个 这个是开关键 开转了之后迅速按前面的按钮 你就会进入一个Menu 而Menu的选择可以靠哪个按钮去选择 第三个Menu就是 Setup 用前面的按钮 进入Setup 你可以选择用什么方法连接它 一般初学 我们和M5Stack一样 选择USB Mode 选择USB Mode之后 和M5Stack的情况一样 你可以用USB-C的插头 将它连接到电脑 连接了USB之后 和使用M5Stack一般模擬 可以使用UI Flow 为它来编程 进入UI Flow 之后 选择适当的Comport 接着Device 方面 要选用Stick C 按OK 就进入编程画面 和以往一样 我们可以放一些图案 按下来 然后按Play 就可以展示M5Stack 已经和电脑连接起了 但今天我想教大家 连接一个装置 在M5Stack 我们叫做加一个Unit 而在M5Stack 我们会加一个Head 按加好 我们走到这边 找到这个叫做Surfos 的东西 不是Surfos 是Surfos Surfos 表示可以同一时间 控制很多的Surfos 按下来 按OK 这里我们来了解一下 究竟Surfos 是一个怎样的Head 它其实是一块线路板 上高 上高 就要放一块电池 而同一时间 它可以控制八架陀机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大家还记不记得 什么叫陀机 陀机 也就是Surfos 转动90-180度的小型摩达 它有三条线 分别是橙色、红色和啡色 橙色是资料线 红色是正极 啡色是负极 我们根据这个次序 这样插进去Head Head是有一个开关的 这样就是on 这样就是off 而所有的Head 都好像一根帽子 那样戴上去Surfos 在C上面 所以这样 两者就连结在一起 理论上 现在我可以透过Pinting 去控制这个陀机 动动 当你加了Head 之后 在Chead的Pooldown menu 就会多了Surfos 的选择 再按按Surfos 你会看到 有其他的选项 第一个 也是最常用的 现在我把Head 放下面 升 pross A 是0 而B 不用测评 有一什么 按鈕A是0度的 而B的按鈕B是90度的 在玩的時候 B的按鈕A是0度 而B的按鈕B是90度 0到90度,0到90度 如果你想事情是重重覆覆地進行的 大家都學過 用Loop 放這個在這裡 接著 Time Wait One Second 接著 然後Time Wait One Second 我想它兩秒鐘 兩秒鐘 這個是0度,這個是90度 那它是怎樣呢 大家看著了 只要把動作應用到你們設計的動物仔 動物就會有循環的動作 大家可能會想 我懂得為這個駝駝駝 到底有什麼真正的作用呢 就以這隻小恐龍為例 如果大家懂得如何把這個駝駝駝 連結到它的尾部 就隨時可以為它帶來生命 連結的方法很多 例如你可以把駝駝駝 那就切兩把駝駝駝 Cred 在尾部的駝駝駝駝駝駝 Un difficulty drawing like Like和評語